大家都知道 哇哈哈的公主宗福利 身价百亿但却单身 她的父亲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只要女儿能找到好对象就好 就算对方是农民也无所谓 此话一出被网友解读为公开征婚 所以一个叫郑全海的小伙子 公开向宗福利表白了 我要超越马云的领位 所以说能够和我在一起吧 也是一种福气 虽然我很穷 但是我有志气 对的我可是要 你从哪里了解到哇哈哈董事长女儿的 我一定知道呀 哇哈哈董事长女儿要争婚 对呀她争婚 她不是要找一个对她好的人吗 我可以对她好的 哦她下来 对从18岁就开始 最后女孩子还有各种各样的相亲 我都追了200多个了 200多个女孩子都没看上我 你转过来我看后面 你拍下后面 正全海是吧你叫 哇哈哈的公主宗福利 到底喜欢怎样的男生呢 宗福利说 随缘能遇到喜欢的人最好 随缘不是随便 这位小哥随便表白 你们认为宗福利看到了 会是什么感觉呢 评论区说一下呗